去年,重庆汪州区公交车罪业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在司法实验中,把公交车乘客抢夺公交车驾驶员方向法的事件 一般的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当事的刑事责任 我认为这个罪名不能够准确地评价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同时其针对性和指向性不明确 对于这种行为的震慑力也是非常有限 在这次会议上,我提交了一个关于在刑法分则中 增设反害安全驾驶罪的建议的提案 我建议以威胁、辱骂、暴力、侵犯 正在驾驶、公共交通工具、驾驶人员、人身权利地 要按照其情节、危害后果 以反害安全驾驶罪追究当事的刑事责任 以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感谢观看